字幕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上边的就是刚刚发布的 2050 Pro 在这一支小改款上面 它的改变幅度是非常大的 例如它给你全车系的KLV 还有这一个ASA 2.0 接下来我们将会带大家去看看 这一个新车要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在这个车头方面 它的改变幅度是相当的其大 其实小改款之前的北战我个人 不是很喜欢拿车头的东西 但是到了小改款之后我就很喜欢 因为视频效果那边非常的帅 首先头灯主是LED的 全车系都不一样 不管你是买1.0 1.3.0 或者1.3.1 都是LED 所以它整个设计变得非常的锐利 再来就是这个沈香火灶的厂怀 各个材质变成了双色调 就是钢琴配零 还有银色的材质 所以它变得非常有诚实感 所以在屋灯座这边 1.0的版本是明屋灯的 1.3才有 然后它采用了一个 文明标设计的这一个 度个材质来做点击 就是它整体的层次感非常的浅 非常的年轻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 会喜欢这样的车粉设计 所以在车尾改变的幅度 也不是很大 首先这个很轻重的就是 同样的也变成双色的设计 钢琴配还有量油 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一个 后保险杆 首改款之前的VSA后保险杆 很容易看得到这个 车的底盘 所以当时很多人吐槽这一点 但是现在如果 如果讲这个保险杆做出了重新的设计 同样的在这边有个 钢琴配的回力标设计 然后它这一个 后保险杆变得比较方正的一点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很大面积的一个 方挂杆 所以这个底盘完全被包覆了 整体这样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 比起小条款是很好看的 但是许可喜欢坚持啦 然后它的这个围灯组 就没有什么感觉 同样的还是有这个LED的光调 识别度是非常的高的 不知道你喜欢这样的设计吗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 现在从发布里来 它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 超大的围箱空间 然后这里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围箱空间 是非常的巨大 也可以放很大很大的 心理箱空间 而且官方的出调显示 它的这个围箱空间 超过了500公升 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 NEMO DRAFT实际都是关键的一台车 因为它可以带的行李是非常的多 而且如果你是家庭使用的话 这一台车等的围箱空间 绝对可以满足你的任何需求 包括你去买连货 要载很多等多的连货 都没有问题 在这个非常小的围箱内装链 其实改变的固定不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比较大的围箱 就是这一个方向卡 依然不能做前后上下的调整 这个是我觉得它比较明显的情况 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一个 它的这个实机座椅 是圆了六项调整 包括了椅垫 前后滑移 还有这个椅垫的高低 这个是在这个等级的部分 比较少见的地方 这个要简单一些 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的按键是非常的满的 包括了这个引擎取动键 这个后视镜的调整 AEV AVSC 还有这个停车吸火功能 在下方还提供了一个小置物空间 给你放置物品 这个主要的中控台界面 其实还是一样 但是现在简单好用 你在开车的时候 忙操作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 它可以支援的像是HDMI USB 还有SD卡槽 而这个SD卡槽是让你安装 这一个GPS的地图 没有说它内建的GPS 然后在这边上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模组 它就是ASF2.0的模组 和这个Asia Advance 还有R相比 这一个Bezart 它把运行速度 从80机跳到100 意思就是说 以后你就可以开车 去丢人家的屁股 在后座方面 很多人在意的是 这个后座 它是不是有做调整呢 其实有做稍微的调整 首先就是这个 后座的椅背这边 它凸致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你在坐下去的时候 你的椅背会有一些支撑 如果说角度方面 其实还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角度其实还是蛮值的 只是因为它有了这个腰靠 所以舒适度 会比较小该款车型 近乎一点点 但是并不是很明显 再来就是这个头枕 1.3的车型 才有这个可调整式的头枕 如果你买到的是1.5的 很抱歉 它就是一个固定式分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 比较舒适的后座乘坐表现的话 另外建议你还是买1.3的车型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皮革材质 它采用了一个混搭式的设计 就是皮革加上一些皮这样的材质 所以整体的纸表表现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以这样价钱的小程来说 这一点是绝对值得点赞的 在引擎方面 小该款的飞车 同样的还是搭载了1.0的 VVTi自然进行 还有1.3的VVTi自然进行 在1.0而已上面 最大马力尾的有机材质 4支里面有1100吨 在1.3方面 这最大马力尾的机材质质 在公车里面有121吨 至于搭配的变速箱 在1.0的版本 有五速的手材 还有四速的日台 至于在1.3版本 只有四速字而已 它们同样的全有1100吨 在这里 罗多表示 自从VTi在2016年发布以来 它的全版总销量超过8万4千台 销量非常的金额 那么小该款的 VTi能不能延续它的这一个优势呢 让我们看下去 主上就是我们一家的尖管介绍 马上快点就会为大家带来 这个2020很多VTi的持架 所以这样请大家去玩 谢谢大家